这台蓝色电动机车置物箱几乎全毁 坐垫还被炸飞在一旁满地的灰烬 这是怎么一回事 车主说机车才刚买八个月 只是在家充电就突然起火 是不是充锅头才起火 老板说充电器有自动断电的装置 电池充饱后就会停止充电 那怎么会烧起来 老板怀疑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这个装载电动机车的电池是常用的理电池 充饱电后机车可以行驶40到50公里 而且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充电 但老板说同一个厂牌的电池 一个多月以来已经发生了两起故障 华业市电池品质有问题 老板已经要求电池工厂赔偿车主的损失 只是车子突然在家中起火 让车主吓到了 幸好没有酿成大祸 即是廖文斌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订会